我要你认识慰改的意义在哪里 我告诉你说慰改是什么 慰改不是当初你信主的时候 几句话祷告认罪就叫慰改 慰改牵涉到你整个生命 生活即使从你到外 从你的生活方式和你一生的道路有关系呢 因此我告诉你 第一诞的时候慰改是什么 慰改是 慰改的真正的意思呢 是跟你的心智上的慰改 行为上的慰改和生活接触 活着有一定的宽延 所以你说你慰改是什么呢 当我说慰改的时候 本来你走是掉路的 邪恶 淫乱 犯罪 所有的坏的行为 坏的习惯 都是你走的路 今天你慰改了 你转回后 你走上帝的道路 耶稣的道路 圣灵的道路 从今天开始 以前你所放的一切 你一开拒绝 一开也不再犯了 这叫做真正的慰改 Amen 第二 我就告诉你说 慰改是什么 慰改单只是一种的祷告 它是一种的行动 什么行动呢 你必须知罪的 但有一个真正的慰改的人 你会知罪的 所以你会因着你犯的罪而习惯 或者因着你犯的罪 而享受找很多理由 来支持你犯的罪 这种的人不叫慰改的人 真正的慰改 他发现你之后 他会感觉到不对劲 他知道里面的罪 而且即可慰改 第三 第二 然后什么是慰改 慰改是有行动的 有一种傲伪痛伪的行动 当你做错事的行动的时候 你心里面 是你感动你得罪神 光照你得罪神 你会感到痛伪的 你会痛苦的 你会流泪的 你会感到你自己 非常的傲伪的 你所做的事情 这叫慰改的人 然后什么慰改 慰改的行动 你会觉得你要惨完 如果你得罪了 你会全原谅 如果你欠的人 或者是你会伤害的人 你会去补偿 这叫真慰改 真慰改 不会把错的事情 盖了盖了 然后自己 在主的面前 还可以敬拜 不能了 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你了 当你要来敬拜的时候 你想到你的 你是跟你的弟兄怀孽 怎么样 你去跟他和好 然后才来献离物 所以真正的慰改 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然后今天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慰改 然后第三 我告诉你慰改的事情 那各位姐妹 我们要藏有慰改的事情 慰改不是一次过而已 而是每一天 每一次你所做错的时候呢 你都会来到上帝面前 不断的慰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 那就避免你的心肝硬 避免你的心堕落 避免你的心背离 那一个人如果心里干顾的时候 他就不再慰改了 一个人如果堕落的时候 他就越做越多 错的事情 而不想再慰改 当然一个人背离什么意思呢 他的心偏邪 他享受他的错恶 他享受他的淫乱 他享受他的败坏 他享受他的行为 而永远不回来 他享受上帝的变远 这跟魔鬼没有什么两样的 兄姐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慰改 因为慰改能够战胜 你的咒诅 大家说慰改 慰改 胜过咒诅 大海圣经 创世纪第三章四节到二十节 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节 我们来看 研究一下 我们的咒诅 从哪里开始 然后你的生命 带着什么样的咒诅 你为什么要慰改 慰改了 怎么样去得胜你的咒诅 我们来看 但经文记载 上帝创造了人 人第一次犯罪 而蒙受咒诅 把罪的咒诅 罪灭带进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今天你和我 才那么样的痛苦 我们来看 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节 圣经记得说 也网神对蛇说 你去做了这事 你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神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征 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而你 必多受苦楚 你必厌恶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肉所吩咐你 我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而吃的 地也必为你长出经济和施力来 你也要吃甜甜的菜酥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苦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 你本是尘土 那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为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这个祷告 老爸 天父 我感谢赞民 今天你的儿民 聚集在主人的面前 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求求你的话语 领到我们圣灵感动 让每一个人在这里 从今开始脱离众主 圣灵海变 在你面前蒙福 过这些意义的生活 而且世世代代 都靠着你的恩典来蒙福 谢谢君导 搞奉耶稣基督得胜日情 来说 阿们 那听众教育 段经文记载的背景是什么呢 上帝创造人 当上帝创造人了以后呢 就在伊甸 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两棵树 一棵是分别三的树 另外一棵叫生命树 然后 人就吃了这生命树 分别三的树 从此把罪带进人的生命里面 那各位姐妹 当我讲这个故事的前端的时候 可能感觉到 嘿 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 为什么照着人 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这么好的地方 又把这个坏树 或者是这样子 这样子这个出问题的树 放在伊甸园里面 让人放罪 那各位姐妹 当你明白这两棵树的意义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说 这上帝做了一个烦的事情 而是做了一个爱你的事情 那各位姐妹 上帝造人的时候 你要记得他一句话 人是按照他的样式 他的形象而造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帝生命里面 所有的一切 你也有 他把你读别讲了 那我讲你像上帝了 那意思说上帝有理智 你有理智 上帝有情感 你有情感 上帝有爱 你有爱 上帝有智慧 你有智慧 上帝有自知 有知识 上帝有能力 你有能力 上帝有创造力 你有创意 明白吗 上帝所有的一切 都在你生命里面 上帝有其中一样 称为自由意志 或者叫自由权 他也把它放进你的生命里面 唯独这个自由意志 你有了自由 你必须有一个地方 来运作你的自由 才叫自由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看 上帝爱人 他造人的时候 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所有的他都有 所以呢 上帝造了人 给他自由意志 上帝自己就少了自由了 明白吗 所以一说呢 当你选择被判杀的时候 上帝不能阻止你 当你选择犯罪的时候 上帝不辞职你 当你用你的自由选择被判杀的时候 上帝不阻止你 你可以有自由选择 不肯从不顺服 不遵循上帝的话 上帝没有自由干涉你的自由 因为他已经给了你自由 当上帝给了人自由以后 不给人应用自由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吗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 他给了人自由 造了两个数 就是让你有机会去用那个自由 来选择要不要遵行 他的命令和走他的路 或者你选择走人 自己选择的路 上帝造了人给人自由 又给人应用自由的地方 并且教导人怎么用自由 他告诉你 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严重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 你吃的不定死 并且将应用错自由的时候 错用自由的时候的后果 也告诉了人 人选择背逆上帝 应用他的自由 去违背上帝的旨意 你说 到后来他吃了什么分别的上帝 招受咒诅的时候 谁的错 我的错 阿伯的错 世界的错 政府的错 经过的错 阿伯一块选赖了钱的错 不过其实 他这样子吃下去的时候 罪的咒诅就进入他的生命里面 各位姐妹 我告诉你 上帝造人的时候 可以好向我们造另一组电脑 一组电脑是空的 你要install什么都可以的 你install你喜欢的器材 不喜欢的器材 你不要install下去 都可以的 他你造的可以这样子做 他install 我以前是懂得敬拜 赞美 祷告 灵修 一个星期禁食三次 每一天读三个钟头 然后只懂得侍奉 然后做好事 不做坏事的 OK 头脑不会想歪的 OK 只想圣经 只想圣经的话语 每一句出口都是圣经的话语来的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的 但是你看 上帝造人的时候 他给你自由 他可以造你个自由 他给你自由 但是人用了这自由钱 悖逆了神 因此 人打开门 让罪进入世界 进入人的生命里面 从此你和我就受苦了 这段时候是上帝宣判 这个咒诅在人的生命 第一个 蛇 你要用肚子走路 终身刺土 第二个 女人 你要生产 开始疼痛 哇 女人生产生不疼痛 这个我们现在生产痛吗 生产不疼 很难 是吧 本来很好的生产 每一个 每一个女孩子生产 都好像放屁一样的 咒语 哈哈哈哈 他是因为他犯罪以后 我们生产就是痛苦的 OK 然后你要受 你的丈夫的管辖 是不是 哦 你依赖你的丈夫 OK 然后 男人要怎么样 男人要汗流满面 才可以得苦口 以前不用做工的 今天我们做的很苦 也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咒诅领导的生命里面 然后地很难出产 很多赤鲤 很多经济 生产出来 就是很多阻碍 很多很多的困难 使到男人很难找吃 你必须汗流满面 才能够得到苦口 这是人的咒诅 最后的最大咒诅是什么 土要归土 你必须死 因为你从泥土来的 你必须归回泥土 那这个咒诅的字眼 是什么 我们来看 这净呢 宙主的西估来文的字眼 叫 aşk details 这个字眼的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叛死刑的意思 这样来看 你是不是被叛死刑呢 一个孩子刚出生 眼睛一打开 他的 终极是什么 死 我的第一个孩子一出生 那时候我很高兴 他是第一下子 我就成家来给你证 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受苦了 因为我知道圣经在说什么 今天你还没有到终极 不过我们一直 一步一步 走向终极 死亡 对不对 而且越走越近 对不对 其实我们是背叛死刑的 那兄姐妹 为什么要未改 未改为什么对你那么重要 耶稣就爱你 他要你要什么改变 上帝的儿女每一个都要改变 一切信主的人都要改变 怎么改变 今天耶稣上司讲 为你受刑罚 他成就了救恩 然后上帝把所有审判人 这审判都放在上帝 放在耶稣的身上 他钉死架 钉死架会应该是你 但是耶稣背了死架 代替上了死架 成就了救恩 他说 他的血赦免的罪 洗净你一切人 不会破除你罪的重点 他身体的生命的破碎 可以医治你的生命 所以你的病痛的医治 你的那个经济的 那个困难 你的生活上的困难 都病痛他都医治 三 他说他的死 还了你的死 让你得着永生 所以今天信耶稣能够生命改变 不过人要透过什么 来得着这个救恩 就是未来 你说你信吗 对不起 这里说魔鬼也信 怎么要信才算真信 这个信 是怎么生命呢 其实这个信的意思 就是会改的生命 你愿意 转回来 这种耶稣的套路 这就是信 会改的生命 对不起 今天我要告诉你 当你过会改的生活的时候 这些生命要发生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我们来看 大家说会改要破除咒诅 会改要破除咒诅 当你会改的时候 一个情况发生了就是 破除你生命的咒诅 我在说 什么会改 会改不是口难难之以几句 祷告就叫会改 认了几项的罪就叫会改 会改什么 所以说从心智到外面 言行举止生活方式 你的生命你的思想 所有的一切都有会改的生活 这才叫会改 OK 当你说会改的时候 有真的会改 就真的破除你生命的咒诅 我们看到经文了 诗篇第五十一篇一直不见 诗篇第五十一篇一直不见 这段经文是 大卫王犯罪以后的祷告 我们来看 大卫王说 神大圈你按着你的慈爱 严明我 按着 按你的风筝 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静静 洗除静静 并截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围住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之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情政 注意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那兄姐妹 你的罪从来来 大卫王知道 他犯罪跟从来来 他知道他从在母妇当中 有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罪人了 今天我告诉你 无论要或者不要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你的八八生的 从你在你母亲的父亲 你母亲的父从 你已经是罪人了 所以你就带了罪的咒诅 所以这个罪的咒诅 在你生命 到了时候 发生了 到了时候 就显现了 到了时候 你就遭受罪了咒诅 举几个例子给你听 我在SB 传福音给一个跳筒的鸡筒听 他听我讲耶稣 为什么他听我讲耶稣呢 他两个年两年死了两个儿子 全部二十多岁都是创车型 可怕 然后他为什么听我讲耶稣呢 他就觉得说我 我供奉这些神 跳筒了几十年 没有一个能够保守我的儿子 他听我讲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咒诅到了时候 发生了 你有没有觉得你以前那种信耶稣的时候你赐灾念经 你又做了好多卡马行 如果做来做去 你还是那么衰硬 做什么也不顺 做什么也 也不能光明 别在哪里呢 因为你生命带着罪的咒诅 你不知情 不是你而来的 而是你的祖先 遗留下来给你的 这个叫Generation Curse 世代相传的咒诅 那是你的 第二 有一个男人 有一天过来Office找来 他听到我的名字 然后一个弟兄介绍他过来 他是一个前天的教导 他来找我的时候 一进到我的Office就哭了 哭了 我说弟兄你好好跟我讲 是什么问题 他说我的太太 你要跟我离婚 是什么事 他说他太太 这个在MSN里面 以前没有被说的MSN里面 Vritus Town 在英国的一个华侨 三个月跟他这样子 MMSN里面 过后就飞去 拿甲飞去英国跟他同居 三个月过后 回来跟他离婚 已经死 他已经跟这个 这个太太生了一个儿子 他不要怎么做 他很痛苦 他跑来 我就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问他 弟兄 你的家里有个离婚的事情 他说有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从小就离开我爸妈 然后我爸爸离婚了 我说对了 然后我问他第二个问题 你家里面有几个离婚的事情 他说我和我哥哥们 第三个问题 我就问他 你的哥哥结婚了 他说没有 我哥哥没有结婚了 我说对了 你的爸妈的重点 现在到了时候 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 他结婚不出三年 就离婚的事情 要发生在他生命里面 这个就是 祖先的咒诅 遗留下来的咒诅 那各位姐妹 这个人有个离婚呢 我就告诉他说 我为你祷告 我们做破除洁净的祷告 然后 你跟着我的方式去祷告 为你的天才祷告 上两个星期 我去这个吴娃妍 吃晚餐的时候 遗留他 他拍拍我人 肩膀一下 对我 他说牧师 我没有看到你 我说你好吗 怎么样 他说好 他的太太在那边 吃东西跟他一起 这个离婚的事情 没有发生在他生命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咒诅过除 他会开 这个人也不找人 他曾经也投资过 明白吗 他投资过 所以 道导致他的家 充满了这些婚宴的宗族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有五种的宗族 五种的宗族 第一种是病痛 如果你有上过我的 步道课程的话 你就认识这五种宗族 病痛 第二种是灾磨 第三种是贫穷 你做什么东西都不能起来 现在整身在 一塌糊涂 我给睡 然后第四种是家庭婚宴的宗族 家庭失败 婚宴失败 第五种就是死亡 就是每一个人 无论老 少 无论是男女 皇帝 乞丐 都要面对死亡 那这五种宗族 宗族里面都停留在你生命里面 不知道几种你拿到 但是这五种宗族里面 到了时候 一定发生 那为什么我要慧改 因为当我们慧改 遗罪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慧改 就成为一个桥梁 一个 一个桥梁 一个庆明来接受 领受 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 在我们生命里面 让祂的能力进入我们生命里面 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祂的血能够破除我们的罪的咒诅 使进我们罪的一切 一切的罪孽 然后祂的身体 祂的生命的破碎 能够医治我们的生命 这样子的情况 就使到我们的生命 完全得到死亡 所以当你慧改的时候呢 其实 你的咒诅 才能够破除 这一些遗留下来 祖先遗留下来的咒诅 不能在你生命里面 会发生 所以当你慧改 或慧改的生活的时候 那兄姐妹 你的生命是改变的 甚至是 病痛的 或者是灾祸的 或者是家庭的 贫穷的 都能够完全的被破除 用这边去选 我再说 你选 你要你的生命是成为什么生命 信耶稣真的得改变 信耶稣真的可以突破 信耶稣真的整个生命能够翻转过来 不过 你要过着一个慧改的生活 第二 我要告诉你 慧改 第二件事情会产生在生命里面 就是 砍断咒诅 大家说砍断 砍断 砍断咒诅 砍断经文 《拽记记》第34章第67节 《拽记记》第34章第67节 圣经这里记载说 耶和华在他的面前先告诉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不犯和罪恶 万不宜有罪 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 即止 直到 三世代 兄姐妹你看 在《拽经文》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罪能够存到三世代 罪能够存到三世代 所以这个罪的咒诅 可能你就是第2、第3、第1、第4代 很多时候你面对的问题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面对的 我能够谈他吗不会啊 我能够做好多东西啊 我做别的事啊 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前面祖先的问题 导致你在这三世代里面 承受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第1代的人呢 你第1代入犯奸淫 你第1代离婚 你第1代得罪了神的原则 你第1代做坏事 同样的 从你这1代开始 你就留你的罪孽和罪的咒诅 三世代 你是第1代 你留下你的咒诅 所以因此 我每一天要过的慧凯生活 我该告诉你 慧凯不单是言以祷告 几乞难来自己的祷告 就叫慧凯 而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言心机制 你的内心 你的理智 你所有一切 都要过得慧凯什么 才叫真正的慧凯 那真正的慧凯 能够砍断 这叫做砍他 砍断你的咒诅 从这1代就要保守了 这1代就要砍断了 你前面一代不好 不过今天你信了耶稣 你明白真理 有耶稣的保险 耶稣的生命 而且耶稣的恩典 在你生命里面 你要过着慧凯的生活 把他砍断 你罪的咒诅 不要让你罪的咒诅 离留到你 下一代 所以每一天 你要过慧凯的生活 今天1点1地 你所犯的罪 你就今天要慧凯 今天就不要得罪神 今天要活在上帝的旨意 使你的生命 和你的后翼的生命 动服 比如 我的家很糟糕 我带着文言家庭的众主 从我生母 生父开始 他们就 生了我以后就离婚了 自己再嫁 再娶 把我送给这个养父养母 也没有好过 我的这个爸爸 也是乱来的 外面搞女人的 这些东西 都常有的事情 然后来到我这一代 我们信了耶稣 我就决定过着圣洁的生活 我就决定过着主旨意里面的生活 所以到我这一代 我一直在砍 一直在破除我生命的众主 所以来到我的下一代 就是我的三个儿女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完全翻转 而且我这一代又开始蒙福了 别在哪里 因为我信了耶稣 过慧改的生活 那对我姐妹 今天 你信了耶稣 你的生命改变了 你要选择 由什么 到你的三次世代 你选择 你要祝福 你的三次世代 还是 你要 咒诅 你的三次世代 从现在开始 为什么要过着会改的生活 当你过着会改的生活的时候 行 当你过着会改的生活 你等你砍断 所有的咒诅 使你的后裔 你的后代 开始蒙福 不再受你前代 或者今代 所留下咒诅的破坏 从今天开始 今天你怎么过生活 你怎么样的生命 就留下 什么样的情况 给我的后裔 你先讲 第三 为什么我要过会改的生活 大家跟着我 会改你会医治咒诅 大家说医治咒诅 医治咒诅 这句话你必须听好 如果你听不好 你会扭曲 变成一个歪曲的话 我这里说的医治咒诅 什么呢 医治你被咒诅的地方 医治你被咒诅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基本先 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字节 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字节 这里记得说 这调为我名下子灵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必我必从天上垂地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 他说医治 医治 他们的地 你看 这里说 自卑 祷告 寻求 他的面没有停在这里 转离 他们的恶行 上帝要施行 连连全体 祷告 赦免人的罪 然后医治你的地 为什么要过会改的生活 因为 当你会改的时候 主耶稣的医治的大能 实价的救人的大能 才能临到你的家 临到你的地 临到你的生活 带出医治 是你的生命改变 就让我不知道 你哪一个地方受受主了 可能你的经济受受主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会改的话 你的经济继续受受主 三次失败 如果你今天过了会改的生活 被医治了 被医治了 你的经济就活过来 可能你的身体受受受主 病痛的受主 但是如果你悔改 或者悔改生活 你的生命被医治 我叫我原来一般 他整家人 他的哥哥 所有的哥哥 弟弟这些人 都是举手举脚 躺到病 但是很奇妙 他没有躺到病 他没有躺到病 奇妙 为什么呢 因为整家人里面 他一个人是美术 他送去前面 一个人是美术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宗族 获除了 他的宗族获除了 他不再承受这个病痛 如果你的家人不看着了 悔改 过悔改的生活 咒诅 过愁了 你不会有这种病 那对方姐妹 很多地方 不知道什么地方 需要医治 那对方姐妹 如果你过着悔改的生活 什么医治会 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的生活里面 运行 医治你被咒诅的地方 开始活过来 开始重生 开始得医治 开始复兴起来 你选择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对你非常重要 对你非常重要 各位姐妹 今天我们的生命 若信了主 但是不蒙福 我告诉你 是很可惜的事情 一定有他的原因 难道我们信了主 本来是蒙福的 充满了主的恩典 但却遭受过患 一定有他的原因 由谁选择 由谁开始 就是由你开始 你今天有权利 来选择 蒙福 受众主 如果你今天选择 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过着悔改的生活 活在上帝的真道上 保守你自己圣洁 在主里面 你就开始蒙福得医治 你的地要得到医治 这是圣经的应许 如果你今天选择 犯罪 我告诉你 兄姐妹 你就是第一代 人家说 富不过三代 听过这句话吗 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八代的宗主 一代一代 比一代不一代 一代比一代糟糕 你选择 从今天在主的恩典里面 在主的救赎里面 你选择 你的将来 你的儿你的情况 还有今天你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过着悔改的生活 为什么 悔改 才能够胜过我们的重重 满足赚经的 愿安福音第一章 愿安福音 有愿安一书 愿安一书第一章第一支 第八节到十节 愿安一书 第一章八到十节 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罪 你自己欺骗你自己不了 别在哪里呢 祝福在你身体里面 你要不要 你承认不承认 它还是会发生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 他在说必要 必要 射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意义 你看 上帝等着 上帝已经准备好救我们 人 却不来到祂的面前的未来 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未来 当上帝说祂是信实的 祂讲过的话 祂所做的事情 为你预备的 都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祂必定赦免你的罪 洗净你一切不一 难道我说听说 是公义的 祂是公义的 祂是公义的 不能以有罪无罪 怎么办啊 你本来要受惩罚的 因为你信了耶稣 上帝转移 用祂的公义转移 所有的审判 在谁的身上 耶稣的身上 今天耶稣的十字架 就是受众主的 耶稣的十字架 就是受死了 受罪了 祂把本来降在你的审判 降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提你和我受刑罚 祂的名字叫 戴罪的羔羊 就这样而起来 你看见耶稣的爱 所以祂的信实的 不能改变祂的意念 一定要赦免你 不过祂毕竟本身的公义 做出刑罚 一个人的罪 祂请愿把你的刑罚 放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让祂自己受刑罚 而你被死罢 听见没有 今天你过不珍惜的恩典 还是过犯罪的生活 咒诅必临到我们的家 三至四代 各位姐妹 一时间这里说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 祂的道就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了 今天你成为基督 神的道在你心里面 你知道有罪 我们要做的 就是过着慧改的生活 让主来祝福我们 使到罪在我们生命里 被破除远离我们 我们世世代代 直到千万代 都蒙主连免 都蒙主 从哪一代开始 爸爸你跟别人先忙一下 从你开始的时候 从你开始的时候 今天你要蒙主 来爸爸你跟别人先忙 告诉我们 带祝福给我们下一代 我们带祝福 这样给我们下一代 带祝福给我们下一代 带祝福给我们下一代 我们一起站起来 各位姐妹 为什么你要过婧的事 第二会改能够砍断连咒族 第二会改能够砍断连咒族 第三会改能够医治连咒族 我们去求我们双手便祷告 谢谢